其实马文君泄的密 牵涉的之广 不是只有一家 不是只有两家 算起来大概有六家公司受到牵连 因为你是个历史的罪人 你是台湾的罪人 前海军顾问郭喜与立委马文君 涉入前进国造资料外泄疑云 16号高检署以他字案证人和被告 双重身份传唤郭喜出庭说明 郭喜不仅准备手板 还带了一刀未剪的原始录音档 他讲的录音档传给国情院的说 我只给了录音档 那是瞎扯淡的 我要告诉大家讲 这里面这里面所提到的 这里面所提到的都是郭喜在讲话 马文君所说的说 我只给了录音档 对不起 他给的是三千个档案 他给的是所有的图档 文字档 开会记录 还有什么 还有专案报告 还有个人履历 郭喜指控马文君提供前件相关档案 给韩国驻台代表处等单位 提告后痛骂对方 只想逃避 已经通知他说 你答辩书一个月要答辩 结果马文君回了 我们地方法院的一个公文 他说我马文君 正在进行立法委员选举 所以我不能做任何答辩 马文君你不要再讨了 前件国造泄密遗云 马文君则是十七号被传唤出庭 他也是首位被依未患罪传唤的立委 只是目前暗游 还是他自案 记者致电给马文君 结告前没有取得回应 但马文君会不会亲自出庭 或是转为真字案列为被告 甚至当庭逮捕身压 也成为全国瞩目焦点 但是周外我们在很台北仓宝党 谢谢大家 这里是最初的 最初的 最初的 就是最初的 好 最初的 最初的 我叫区 水 的